大分老师语法都教错了 就是大量的孩子去背词背句子 然后在做题的时候啥也不会了 其实语法只要你用了我现在讲的这黄奸七字口诀 再去做题你的语法不是高分就是满分 大家赶紧点赞收藏起来 后面怕刷不到我了 这个口诀叫什么呢 叫一名二动三修士 什么叫一名二动三修士呢 第一首先叫一名 一名指的是名词 在中文的句子中 这个名词它是没有单数负数的区别 但在英文里面它有单负数 比如苹果这个单词apple 你想表达我喜欢苹果 你不能说I like apple 一定要在apple后面加个s I like apples对吧 所以第二个叫什么呢 叫二动 动就是动词嘛 你会发现在中文里面句子中 有好多个动词 在英语里面它只有有且只有一个动词 你比如说我喜欢吃苹果 那我不能给它说成I like eat apples 这时候在eat前面要做一个变形 I like eating apples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同学做语法填空的时候 他做不对的真正原因 因为吃和喜欢这两个动词 它不能同时兼用 所以后面加了一个ing 或者你可以说成 I like to eat apples 第三个叫做三修士 中文里面的修士词 它是放在动词的前面 比如我喜欢你 然后我在这个喜欢后面加了个修士 变成非常喜欢 非常在中文句子里面是放在动词前面 但是你看英文的表达very much放在最后 所以整个句子就变成了 I like you very much 但是很多同学经常这样写错 I very like you 所以考试肯定要丢分的 所以大家发现没 这个语法它并没有那么难 大家天天变得那么多句子和实态 再去刷题 其实没有什么用 明白了吗 像这样的语法记忆口诀 我整理成了文档 点个小爱心 在右小角打出语法两字 来我直播讲 我一一免费送给你